哈囉 大家好 我現在呢 即將抵達 松菸的成品電影院 那 其實我超久沒看電影了 有一天就在想說 我想要在出國前看一下電影 可是又覺得自己沒有時間 結果就收到 結結電影公司邀請的試片 像今天是9月24號 他們就會先邀請 部落客或者是相關人士 先看一下10月1號 才會上映的電影 所以我就覺得大好機會 那今天要看的電影呢 叫做逃出奧斯維新 奧斯維新 大家應該都聽過是一個集中營 非常有名的集中營的名字 為什麼他有名?因為他在非常短的時間 1941年 到1945年的1月 他就滅絕了 總共歐洲 猶太人被滅絕了600萬 這是很大的 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醜陋 那奧斯維新自己就滅絕掉 應該是150萬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150萬人你可以想像嗎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導演呢 據我所知 欸還是我們等一下再講 因為已經到了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電影12點半開始 然後他12點 就已經開始開放入場 所以我就想說先到了 再跟大家介紹這個 電影的歷史背景 以及這個導演為什麼要拍這個片 這是我們這次的四片效果 為什麼要給我們這個 因為我們逃出集中營的時候 需要一點口量 那你可以偷偷告訴我們一下 逃出奧斯維新這個電影在講什麼嗎? 他在講兩個被關進去 奧斯維新集中營的猶太人 要逃出去然後把 集中營真相帶出去的故事這樣 對喔算是一個震驚世界的大事件 哇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好的然後我現在就已經到了 四片的現場 那繼續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導演呢 他的名字應該是 他叫彼得Pup Jack 那他為什麼拍這個片呢? 他本身其實不是猶太人 他是一個斯洛法克的導演 那他在幾年前的時候 拍出一個蠻 好像在國際上蠻有名的 電影叫做Inline 然後中文翻出 翻成好像是逃出教父這樣子 我自己是沒看過 但是我來講一下他為什麼拍這個片 因為那個時候斯洛法克 剛好有一個選舉 選出來的那個政黨是極右派 就是法西斯團體 他自己就擔心說 是不是有一天 斯洛法克又會走回跟以前的路 什麼路? 其實在1939年到1945年的時候 斯洛法克是全部的歐洲國家 唯一花錢請德國把自己境內 斯洛法克境內猶太人送走的國家 他花錢請德國來殲滅猶太人 所以當這種極右派思想又重新出現的時候 他就擔憂了 而且剛好 就是剛才姊姊團隊有說 他這個電影是關於兩個年輕人逃出奧斯維新的故事 這兩個人都有寫書 那剛好其中一個人的書就被這個導演看到 然後他就覺得說他需要把這樣子的歷史真相還原 讓大家可以更多的知道奧斯維新發生的事情 也提醒自己斯洛法克的人 不要再重蹈覆測 歷史的教訓一定要記得 所以他拍這個片 然後這個片也得到了奧斯卡的最佳的提名 代表他的國家 所以是一個 就是聽他的背景 你會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片 你看這裡有寫奧斯卡 對 所以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分享看片以後的心得 然後我如果想到什麼歷史要補充的話 再告訴大家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歷史的這個東西會有多細 那如果有一些我覺得需要補充 我再告訴大家 上面有寫字 不是歷史者註定會衝到覆測 文字幕相關ны 未來的黑色 文字幕協會 王俠洲 自住的 文字幕協會 不就是黑色 但會有所問題 不是黑色的 那不這種事 誰會不合啊 我會被發作出軟面 為 Sheridan的機械 是成功的公正 是以 AC的計劃 剛剛看完了 新的等一下再講 好 好 現在就來分享剛剛看完 逃出奧斯維新這個 10月1號會上映的電影 那我先來講我的心得 就是整體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用很美麗的藝術手法拍攝的一部電影 有時候它的鏡頭還會變成直的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它很硬 但是因為我自己去過奧斯維新集中營 現在是個博物館 所以你要完整講它的名字叫做奧斯維新集中營博物館 你不可以說你去奧斯維新集中營 因為那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集中營了嘛 所以講博物館是對這個地方的一個尊重 好 我自己去過那邊不只一次 我還連續去了兩天的原因 是因為有太多需要學習的 那可想而知它是一個藝術型的電影 它不是一個紀錄片 所以它想表達的重點 我覺得我們抓到那個感覺就是 它希望現在的政治 因為我們如果不從歷史學教訓 那可能大屠殺類似的情況還會發生 也許不是針對猶太人 也許是針對我們來講 吉普賽人好了 其實他們應該叫羅姆人 或者說其他的少數移民難民 這些可能會讓多數人覺得說 欸 他們怎麼會侵犯到我們的權益 納粹德國為什麼會這種集右派的思想 可以控制主流 然後讓主流認為說 對我們欺負猶太人 我們殺了600萬猶太人 沒有關係 為什麼會有這種思想 它不是一天之內發生的嗎 1933年1月30號 希特勒上台的時候 他就是要振興德國的經濟 所以SS就是我們說的黨衛隊 他們都是年輕人 就是正常的人 希望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漂亮的制服 他的那個制服是Hugo Boss做的喔 所以為什麼不要這些工作 可是這就循序漸進 1935年他們開始頒發一個叫做優良協同 意思就是說你必須是阿利安人 你才可以當這個黨衛隊的人 所以對於年輕人來講就是 我有一個身份嘛 我就父母把我生得好 可是這種思想 他開始就侵蝕下來 然後就開始在社會中 好像讓人去討厭猶太人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有這些經濟狀況 就是因為猶太人搶著我們的飯碗 可是你想一下 當時的德國的猶太人並沒有那麼多啊 然後75%還是85%的猶太人 也都是普通的中產階級 他們並沒有說什麼掌握經濟 這些都是不存在的 可是就是這個叫做Propaganda 意思就是說宣傳手法 就做得很好 所以讓居民就開始覺得說 對啊我們把猶太人抓起來 讓他們去工作 去我們要公平競爭 所以1938年那時候得奧合併 那時候是1月嘛 1938年的9月底就發生了水晶之夜 意思就是說 德國就第一次正式的搶了猶太人的東西 燒了他們的會堂 然後燒了他們的店鋪 這是第一次很大規模的攻擊 然後1939年的1月那個時候 德國就侵佔了捷克斯洛伐克 那時候是合併的 好這是代表什麼 這是代表這個電影 它的背景就是在1939年之後開始 那1939年9月1號 德國佔領了波蘭 為什麼波蘭很重要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在1939年9月1號的時候開始 那他佔領波蘭以後 他就開始蓋什麼 蓋集中營 集中營的目的呢 就是把這些猶太人 或者是納粹德國認為的次等人 哦 次等人指的是猶太人 和反正就是在他的這些階級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優良協同這個概念嗎 好 就把這些人都抓進去 1941年的時候 德國就又說出了一個東西 叫做最後解決方案 就是要一勞永逸的 把所有的猶太人在歐洲都殲滅掉 這樣子就不會有猶太人來 繼續搶他們的飯碗 然後1942年的時候 這時的奧斯維新集中營 他就被邪惡的再次升等 變成滅絕營 整個歐洲有超過600個集中營 但是有幾個滅絕營 有六個 滅絕營跟集中營的差別是 滅絕營的目的不是讓他們勞動 而是規模大規模的去謀殺 用毒氣式的方式來殺這些猶太人 那電影裡面有講就是 每兩分鐘就多少 猶太人就被這樣子 用毒氣宅空斃 就是殺 那個我們拿來消毒 消毒跳蚤的這個東西 把他們就是這樣毒死 那所以1942年一直到1945年的1月 就短短的這個 其實1941年 當奧斯維新還是集中營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殺猶太人了嘛 就短短這五年就殺了 有些數字是說110萬 這是奧斯維新集中營 博物館官方的數字 但是電影裡面講150萬 跟我之前猜的是差不多 印象中的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是這麼多人就這樣子 被見面 我知道110萬應該指的是猶太人 150萬應該是所有人吧 所以這個電影 其實它沒有講到太多的細節 因為它比較是用一種感情層面來講 在感情層面我覺得 首先 因為如果你有去看過 集中營的這些資料 你會發現那些人都瘦 瘦得不得了 為什麼 因為從1939年開始 呃 猶太人就開始被關到 隔離區裡面 他們的 要嘛就是 要在隔離區裡面 呃 所有的食物都是非常少的 我那個時候去華沙 那時候導遊就說 他們一天的食物是200大卡 你在集中營裡 你在隔離區裡面 你所有的食物資源都是被控制的嘛 所以他們就會算裡面人數啊 然後就給你 呃相對的食物 就幾塊麵包這樣子 所以一天就抓200大卡 那 可想而知 不會像是電影裡面出現還有 屁股還有肉 他的屍體啊什麼的 受害者啊這些的 都屁股上都還有肉 所以我覺得這在畫面上 他沒有那麼的真實 那這是我一開始的感受 但是後來當 有一些畫面你會發現人真的很邪惡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導演他循序漸進 他不想一開始就把我們嚇跑 然後電影就不看了 那你會發現導演他花了很多的心理 讓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社會是太平的 我們很難去想像說 欸怎麼可能曾經 有600萬猶太人就這樣在集中裡面被滅絕了 其實這世界上 希望大家不要比讚 就是 還是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在那個環境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這些聽到的消息可能都是謠言 那電影總共是94分鐘 然後我看到第80分鐘 我還在想他到底在演什麼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演不好 我只是覺得他的比重 他是刻意的 要我們有那種 欸很奇怪的衝突感 就是我們會有一種自律感 會覺得說 我們就已經是 逃出來的那兩個年輕人 會覺得說 欸這麼長的電影都在講 我們逃出來的經歷 然後就莫名其妙 被救了以後 講出來的話好像沒人要信欸 那你會覺得有一種憤怒 因為那個電影也是這樣講嘛 說你們這兩個人年輕人 怎麼跑出來這麼憤怒 可是你會知道說這是真的 是別人不信 不是這些歷史不存在 那英文你會發現 他的其實電影原來的名字叫做 The Auschwitz Report 意思是奧斯維新報告 他有強調報告這個東西 所以他主要的目的還是希望說 透過這歷史事件 我們如果跟現代一些時事去對比的話 如果有一些 有一些其實是危言聳聽 或者是讓我們去合理化 對一些少數民族的侵害或佔領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注意 我們需要有這個良心 不要一下子就淪陷下去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還是非常推薦大家去看這個電影 然後有那個很多 你覺得需要被補充的細節 歷史的細節的話 你就再到網路上其他地方去找 然後也歡迎大家多利用 以色列美角上面的資源 因為我已經也寫了很多相關的文章 關於大屠殺 也回答了很多問題 所以有一篇是叫做 奧斯維新集中營博物館詳細筆記 學習筆記之類的 那我再把連結放在資訊欄裡面 好就這樣囉 謝謝大家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又回來了 因為就想說有一些細節 要跟大家再來做補充 好的 一開始電影的時候 他有說1944年的4月7號 然後打一個Day 1第一天 那他的意思是說 是這兩個年輕人逃出來的第一天 並不是說這天奧斯維新集中營才開始嘛 那總共從奧斯維新逃出來的人 有144人 那電影裡面他一直在表達的那種 很可怕的連坐法 連坐連帶的處罰 就是當時的一個景況 每一天晚上晚點面 如果發現說有人逃跑的話 這是整個營的人都要受罰 然後一定會有人 因為不管是幾個人逃出去 然後剩下的人就會 這種處罰不是只是肉體上折磨 而是會直接喪失性命的 所以是非常可怕 因為他就是要用這種方式來殺雞儆猴 讓別人就會乖乖的 就做納粹德國的奴隸嘛 好 然後第二個我想講的是 關於音樂 這個就是 大家可以有一個知識背景 就是納粹德國之所以可以掌握 這麼大批的猶太人的性命 很大的成分是因為他們非常會利用謊言 來操縱人心 那一進去奧斯維新集中營或任何集中營的那個勞力使你自由 這是一個一個謊言的句子 為什麼 因為好像是你可以活著走出來 所以你在活著走出去之前 你都會願意免費幫我賣命 這當然是謊言 那這個謊言也包含了他們 每天上工之前會演奏音樂 好像是要讓大家覺得說 有一個什麼鼓舞士氣的感覺 好像在這裡你不是真正的囚犯 可是你明明就是 所以那次就是一個他們的一個手法 然後再來 第三個 裡面是不是只有猶太人 那電影裡面有一直出現一個放棄會的修飾 那這就是 反正納粹德國覺得的敵人都會放進去 那猶太人是絕大多數 那也是被殺的人當中 猶太人幾乎是最多的 那也不是說沒有其他的少數的人 像是同性戀者 政治犯 知識分子 耶和華建制人 我剛剛講過了嗎 然後還有方濟會 或者是其他的神父 神職人員都會被丟進去 所以 這就是給大家一些知識的補充 然後最後為什麼他會 一直要逃亡到一個邊境 其實這個我也 不是很懂 因為就像我剛剛一開始有說的 其實斯惡法克是少數 不是少數 是唯一花錢 讓政府把猶太人送走的國家 歷史上就是只有這個國家 在二戰的時候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兩個人為什麼要逃回 從波蘭逃回斯惡法克 我不是很確定 但反正 這是他的真實故事的改編 我是沒有看過原著 所以我沒有辦法給大家一個答案 但總之 這部電影主要想要表達的是一個感覺 然後他是 從真實事件改編的 那即便幫大家補充了這些知識 我覺得還是很不夠 所以希望說 如果看了這個電影 然後你覺得你 對這些歷史政治 這些事有更深興趣的話 真的是 網路上真的有很多資源 好我走了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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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